4月25日,中国电影全球市场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电型金刚制片人汤姆德桑托与诸多中国影人齐聚一堂 围绕中国电影如何进军全球市场这一焦点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 展望中国电影市场,国产大片近几年在国内获得了娇人的票房成绩 然而这场火爆的票房势头却在海外遭遇尴尬 论坛会上汤姆德桑托首先就中国大片为何海外遇冷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 称太过于中国化的电影,在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 因存在价值观认同上的障碍,从而遭遇票房惨淡的命运 为推进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汤姆德桑托论坛会上也给出了关键性的建议 表示要定位全球市场,面向全球进行销售 在此次的北京第二届国际电影节上 汤姆德桑托就与中方坚定了中外合拍的电影项目《风神天下》 并担任该片的总制片 中外合拍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种新方式 中外合拍的电影 中外合拍的电影